快 小店 急准 白医生 蔡医生 我先下去了 花点花 不是 蔡博士 你这房都没查完 诊断报告全写了 对啊 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蔡博士 最近孩子们有消息了吗 孩子们啊 我之前给过一笔钱 可能快了就快了 蔡医生 蔡医生 白医生 你们快点下去吧 这个病人需要抢救 服毒了 是个电影明星 我去哪儿 来 易俊 雪 他在那儿 你那儿 想去哪儿 他去哪儿 你不知道 还是要但你 然后 patient 那儿 现在了 你不要想去哪儿 我根本就想你 ara 又不嫌我 你要 rust 哪儿 你要不嫌我 我没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医生 幸会 幸会 你们是家属吧 病人还需要观察 我们已经经历了 我们这里通常是不设急诊的 你们一开始就应该送到别的地方 白医生 哪里还有这儿的好景色呢 对不起 我想休息一下 先生 谁啊 说你们 把眼给掐了 你越来不让周晏 您好 您是这野医生对吧 我们是日本大会馆子 住院的是顾晓曼小姐 介绍一下 这位是海纳庄海导演 也是顾晓曼两家属 这位是中村先生 来 过来来 干什么 上这儿来 别来 别来 病房门口别站人 还有 不认字 肃静 我警告你说话注意点 我警告你 再不守规矩的话 我就把你们和你们的病人全都赶出去 我 这是我们医院副主任医师蔡博士 请保持安静啊 谢谢 白医生这怎么了 下手了 快送病房 不管你什么博士 你说话必须给我客气的 好好好 之前我们一直强调保命工作 结果还是搞得人人皆知 现在 上海报警已经得到消息 记者马上就会找到我们 对此我们十分不满 非常的盛起 请你们立刻做出道歉 好 中村先生 实在是抱歉啊 主要是因为顾小姐的名气太大 而且 据我所知 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自杀的顾小姐 我们医院已经尽到责任了 所以谈不上什么道歉 关于保密工作 我们也只能配合你们 中村先生 中国有句古话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个消息是不禁而走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 实话告诉你们吧 像顾小姐这样的病人 我们其实是不怀疑的 我们医院有很多病人啊 非常有意见 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修养 所以 中村先生 希望您尽快 向顾小姐转院 苏院长 真是光 这是我们的 这次决定来到上海 其实是为了宣传 我们满洲映画的新电影 皆大欢喜 突然发生 对宣传极为无论 这样的时间 非常有限 我们对中日接战 对中日关系十分不离 此外长 不想 再继续支持 周村先生 您让我们怎么支持 我希望 给顾小姐 有相对独立的空间 进行考虑 另外我们还要派专人生 从外面请守卫 到我们医院来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自己有 再说呢 相对独立的高级病房 也已经 苏院长 小阳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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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先生 我们一定会静下 和小姐 关于其他的事 我们也无能为力 好吧 蔡博士 请跟我来 蔡博士 刚才你提到小阳楼 我倒正想跟你说呢 陶芊和我 都希望你 参与十三号病人的治疗 蔡博士 有意见吗 苏院长 那陈主任哪 陈主任哪没问题 行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那就太好了 请问你是 我是小曼的 未婚夫 未婚夫好 未婚夫 您来坐 您坐 那我先出去了 你醒了 晓曼 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说你要是真有什么 钟村先生现在非常生气 我劝你 这现在还来得及 收拾收拾 收拾收拾 马上跟我出院 我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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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小曼 你这样做 大家都会很难看的 你就是想想 想想我们过去的日子 过去的已经死了 大不了还是个死 我已经试过了 没那么可怕 怎么着 你也回到了上海 回到了公共租界 你就有跟我谈判的资本了是吗 我告诉你 你没有 我海奈川竟然有能力 把你到东北上 我就有能力 让你参与我们这儿 你行不行 我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条路 你走定了 海先生 请您离开病房 您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的病人休息了 对不起 白医生 小曼 你好好休息 记着我的话 就算为了影音 早点康复起来 我再来看你 你都听到了 不是有意听到的 白医生 小曼就拜托你了 有些事情我们也是无奈啊 我不能跟你讲太多 海先生 如果是涉及到顾小姐 比较私密的事情 我也不方便读题 白医生 也许真的只有你能救的 修理书还不太方便 我先告辞了 好 我先告辞了 刚才那个杏海流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他们背后是日本人 我觉得这些事情 你还是想参与比较好 我只是在治病救人 他就是一个细子值的吗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叫细子 刚刚杏海的师傅 约你出去了 你偷听我们说话了 答应我千万别去 谢谢你的提示